黑色小客車經過路口 沒有停車查看 有無執行車就直接左轉 下一秒執行白色轎車 高速衝過路口 攔腰猛力撞上 黑色小客車車頭瞬間凹陷 零件碎片如炸彈開花 四處飛散 地上也留下大片污渍 驚心動波的場面 發生在花蓮副里鄉 台九線297.95公里處 76歲圖性駕駛 在路口左轉時 疑似未注意路況 遭到執行的黃性駕駛 攔腰撞上 途性駕駛頭部遭到重創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由於撞擊力道過大 導致車身變形 還一度受困車內 救護人員到場 立刻救出駕駛 裝上急救工具送醫 执行的黃性駕駛 則是全身多處擦錯傷 自行就醫 警方到場也立刻清理路面 並指揮交通 十次車禍九字塊 黑色轎車駕駛 為注意路況 嗆快轉彎 兩成慘劇 目前仍舊昏迷 搶救當中 記者 劉己嬌 張志仁 華聯報道 這是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湯 吃火鍋 加上一條 湯頭都超鮮美 現在也歡迎大家來上 快點購訂購 馬上就能夠擁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 總統級的享受